独居老人病逝,父儿子独吞家当,穷儿子只要了一项,竟发现是个宝。 曹大爷有两个孩子,一儿一女,熟话说有儿与女便是好,曹大爷还是特别开心幸福。 大女儿叫曹蕊,小的时候是个善良可爱的小姑娘,长大后更是一眉目清秀,清澄可人的小美女。 不过曹蕊一直都是在农村生活,所以农民那种勤劳耐苦的精神,曹蕊也是全部都有的。 不过随着时间的增长,小蕊也到了嫁人的年纪,曹大爷就找到了亲朋好友,来为小蕊找个好人家。 虽然小蕊嫁的也是普通家庭,但为人忠厚朴实,小蕊也没有反对,就这样小蕊就嫁了过去。 过了两年时间,小蕊生了儿子,但是为了生活过得更好,只有把孩子交给公婆照顾,小蕊两口也就在外地打工,一年也回不到家几次。 但每次回来,他们都要回娘家看父母,给他们买一点礼品,免尽孝心。 孙大爷的另一个儿子叫曹德善,取这个名字就希望儿子能够有德有散,不过儿子大了,也出去打工,谈了个女朋友,可能英伦的句话,有了老婆忘了娘。 可能因为城里媳妇看不起农村,生活说话方式也有偏颇,两年来就回家两趟,也没有给家里一分钱。 曹大爷在工厂上班,谁曾想工厂体检的时候,查出患有肠癌,曹大爷一直也都没有告诉两个孩子,怕麻烦两个孩子。 后来曹大爷的同事告诉了小蕊,大女儿就立刻从外地赶了回来。 小蕊通知了德善,破天荒,他回来了,但是回来之后,第一句话就是,你工作这么多年,肯定还有不少存款,反正你人也快要走了,就给我吧。 曹大爷眼睛闭着,一句话也没说,却不知心里该有多寒呀。 后来德善借没有钱,就回他的城里了。 曹大爷临行前,打了电话给儿子,等我死了,你把你妈照片拿去,我不要紧,你妈活着的时候,就说想看看孙子,我希望你能满足她临走的愿望,然后电话就挂了。 又跟女儿说,如果你弟弟不愿回来,你就把你妈照片拿回去,逢年过节替我擦擦,女儿含着泪,一直点头答应。 曹大爷的后世料理完,也没见德善回来,小蕊就把母亲跟父亲的照片带了回去,成立的时候却发现有张银行卡,还有一封信。 我干了一辈子的工,只有二十万存款,照片我生前也交代了,谁带走就是谁的,立马就在银行卡反面。 时刻小蕊才恍然大悟,为何父亲在临终前还要嘱咐照片? 请想,这都是父亲安排好的,留给我的遗产。 añ银行 oney